接下来是我们复习的时间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段的第一句话 说在不久前呢 在爱琴海的基亚岛上 考古工作者做了一项有趣的发现 OK How to say the sentence Good Some time ago An interesting discovery was made by archaeologists 那么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短语啊 说做出一个发现 就叫做make a discovery 那我们说出名了 应该怎么表达呢 make a name for oneself 出名 那么创造历史 make history 名造译时 make a noise 那么说到这个名造译时 make a noise这个短语 我们还造了一个句子 说到这个本拉登这个人 本拉登这个人 他通过911事件呢 确实在世界上给所有的人 制造了一个造语 并且使自己呢 是名造译识 嗯 所以本拉登 所以本拉登 rearly made a noise by 911 OK the last one make a dent make a dent means make a first step toward success in something 只能是呢 做一件事情 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我们叫做初见成效 again for example 我们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呢 已经初见成效 the chinese open up policy has made a dent number two 我们再来看看第一段 第二句话 因为他曾享有高度的文明 这句话怎么说来着 for it enjoyed high level of civilization 那么说到这个享有高度的文明 我们来回应一下啊 我们讲的这个enjoy的一些搭配 那我们说呢 嗯 中国呢 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 叫做enjoy long history OK 那我们说小布什呢 在刚刚结束的大选当中呢 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叫做enjoy support 好 如果你在面试的时候 你要告诉你的老板 I enjoy good health 嗯 我的身体啊 特棒 好 如果说到什么书 什么书籍 包刊 非常的畅销 叫做enjoy large sales 当然了 如果你收入很好 你要说成 I enjoy a handsome income handsome在这里 不是潇洒的意思 而是相当客观的意思 OK number three 我们在第二段的时候呢 谈到了这个 罗马这个词 嗯 我们当时谈到了一个 古罗马时代 叫做roman times 那说到这个roman times 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指的是在历史上 指的是哪一个时期呢 It means from 200 BC intil 400 AD 它是指从公元前两百年 到公元后四百年 这段时间 OK 好了 说到roman这个词呢 我们有太多的成语啊 都跟roman相关 你比如说 那么 入乡随俗 叫做 do as the Romans do when in Rome 接下来我们说 条条大路通罗马 嗯 中国人又把它 译作啊 殊途同归 Every road leads to Rome OK 接下来我们说 罗马啊 可不是一天盖起来的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Rome wasn't built in a day OK The last one 我们来看看 最后要复习的一点啊 Say 这个女神呢 穿着一条拖地长裙 这个穿着拖地长裙 叫做 Wear a full length skirt 那么穿着一条裙子啊 就叫做 Wear a dress 我们说Wear这个词呢 它确切的含义 要随它后面的名词来接定 OK 好了 我们说女士 某种化妆品叫做 Wear makeup 二个 后面啊 说这个擦了香水 Wear perfume 我今天啊 戴了隐形眼镜 Wear contact lenses 这个男士呢 续着小胡子 Wear a mustache 今天这家伙看上去 是一脸愁容啊 Wear a sad look 好 我们说佩戴点手枪 叫做Wear pistol All right So much for the review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